车水马龙的大路旁一栋矮小的两层楼建筑拉起黄色封锁线 外观老旧不堪 位在台北市城公路二段 基地面积27.01平方公尺 换算下来只有8.17平 不到10平的大小是北市建管处最新发布的围老重建核准案 可以拿到奖励容积有12个百分点左右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它在重建期间 不管是地价税房屋税 还有之后的持有税还有移转税 都有得到相当的减免 按照建筑法规 这笔建案实际盖出的使用面积 总规模不到40平 造价高面积小不符合开发效益 几乎是地主自用 台北市地下人酬30平以下的超迷你基地建案 今年上半年就有24起 沿吉街这栋建筑也是其中之一 它大概21平 那它室内应该也差不多是 原本是铁皮建筑 重建成地下一层地上七层的集合住宅 今年5月容积奖励在砍办 部分老屋地主担心奖励持续缩水 和建商整合又迟迟没下文 索性自己申请重建 它终究属于台北市的门牌 所以它未来如果说新建出新案 再去做一些转手交易 那它又免于一些建商 他们其他的成本的情况上面 倒也不见得没有这个获利的空间 地点比建案特色更重要 北市唯老都根推动繁杂 要和建商达成协议更是不容易 这种因地而起的笔筒屋 只会越来越多 三个星期五 留守省为台北 三个星期五 留守省为台北